Hello 有沒有餃子空的朋友 我自己是超級喜歡吃餃子的 今天拍片本來只是想和大家分享 平時放假會在家裏包的餃子 但想想有在家裏包餃子的朋友就知道 平時我們包餃子通常都會買多餘多餃子皮的 那好啦 包完餃子用完餡料 剩下的餃子皮你們會怎樣處理呢 其實餃子皮還有很多不同的食法 有鹹食也有甜食 所以今天除了和大家一起包餃子之外 還會和大家分享你可能不知道的餃子皮 倉依食法 餃子裡面是加菜的 所以今天就要和大家分享 椰菜豬肉餃子 材料其實不難準備 主要看你上一粒餃子有多豐富有多餡 這次就有豬肉 木耳和椰菜 調味料全部都是用來醃豬肉的 有胡椒粉 生粉 鹽 還有麻油 另外聽朋友說 加一點紅蔥頭下去會好吃很多 那我這次也會試試看 經過幾次做椰菜餃子的經驗所得 椰菜是會出水的 如果不預先用鹽浸一下它的話 這樣很容易令到餃子皮過濕然後煮爛 所以我們要預先把它用鹽水浸一浸 還有以今天的份量來說 半個椰菜就已經夠了 另外半個就留下它 豬肉我是用梅頭肉的 我現在就要把它放入迷你料理機裡 把它攪碎 好 面次豬肉我就加了一匙匙生粉 一匙匙鹽 少許胡椒粉 和大約一匙匙的麻油 好了 椰菜已經浸了大約十多分鐘了 下一個步驟就要沖一沖水 沖走鹽水 然後再渣乾水 看起來是不是超級多菜呢 通常我都會在食物盤上鋪一層保鮮紙 然後再灑上粟粉 再放包好的餃子在上面 這樣餃子就不會黏在一起 首先餃子皮是要分底面的 你看到比較多粉的就是向外的 我們那些餡料就會放在沒有那麼多粉那一邊 然後就把餡料放在餃子上面 然後在邊邊的位置點水 把整個餃子包住 這個時候我就會按餃子去中間的位置 倒轉 左右的兩邊就點一點水 搭在一起再按一按 看看 搞定了 野菜和木耳本身都很爽口 加了這兩個材料整個餃子變得非常有口感 之前包餃子就只剩下了餃子皮 今天用它來做蔥牛餅 材料簡單到就用餃子皮和蔥就已經完成了 做法就是摘摘摘! 真的不能 penso! 好了!片凳拿一眼看! 正如剛剛說! 就要準備餃子皮和蔥 我就建議大家準備多一點 多蔥才好吃 另外還要準備麵粉 由於用來把一鏡子的柳 contribute sha 再硬幅 首先我把蔥切除 剛剛過了集中方要先準備一點油 油是用來將蔥和餃子皮黏在一起的 每一塊蔥油餅我會用到四塊餃子皮 做法就是拿一塊餃子皮出來 塗一點油 然後放上蔥碎 再搭另一塊餃子皮 就像這樣 看到嗎? 好像三文字一樣 然後要先壓扁 就像這樣 然後用麵粉擦平 蔥油餅是圓形的 所以要把它擦到一個很大的圓形 就可以了 好了 完成後就可以拿去煎了 煎好之後 就可以把它剪成一件件 就完成了 還有 你看我剛才沒有加任何調味料 整個蔥牛餅的味道就是靠香蔥味 如果你打算搭配一些比較濃味的醬汁就像咖喱醬 就適合了 但如果打算單吃的話可以在蔥上加一點鹽才做蔥牛餅 這樣就會很好吃了 有沒有想過餃子皮都可以用來做甜品呢? 接下來我們就會一起做蛋撻 我們會用餃子皮代替蛋撻皮 不用做蛋撻皮 只做蛋撻餡的話 整個蛋撻的做法就會非常簡單 而且超級節省時間 材料我想你家也會有 有牛奶 雞蛋 和糖 這次會做六個蛋撻 所以六塊餃子皮就夠了 還要準備圓形模具 把蛋撻定型 我餃子皮比較小塊 所以我會用麵粉撻 把它撻大一點 這樣就可以容易放入模具 和放得多點蛋液 用餃子皮來做蛋撻是無敵簡單的 首先你可以先把蛋撻皮的步驟和時間 把牛奶 雞蛋和糖混合在一起 就已經是蛋撻餡了 還有就是蛋撻的甜度可以自己控制 還有真的很適合我這些 喜歡吃蛋撻餡多個蛋撻皮的人 新鮮出爐馬上吃 真的好像在吃雞蛋布丁 所以我自己也非常喜歡 好 如果你包完餃子之後 剩下的餃子皮的量比較多的話 我建議你把它做成麵條 這次我會和大家分享一個超級簡單 沒有滴好吃的蔥油半面 看上去好像很多材料 但其實大部份都是調味料 而且基本上的調味料 你家裡都已經有了 好像剛才這樣說 我們會用餃子皮來做麵條 所以你就要準備一堆餃子皮 我們接下來做那個 我會叫它做萬用蔥醬 除了蔥之外 你還要準備蒜頭和蔥頭 而調味料就有胡椒粉、麻油、老抽、生抽、糖和芝麻 首先我們要先處理餃子皮 餃子皮我們要把它切成一條條 好像麵一樣 切得有多闊有多窄 就看你自己的喜好 想吃闊一點的話就切得大快一點就行了 我自己就很喜歡吃闊麵的 所以我就會把它切得大快一點 切完之後你有兩個方法 一是你就用麵粉滾 把它滾長 一是你就很快把它拉長 不過拉的時候就小心點 因為它都比較容易斷 所以就不要太大力了 接下來我們會做一個萬用蔥醬 首先在做之前 我們要確保煎盆是一滴水都沒有的 因為待會我們要加入油 如果裡面有水的話就會彈油 然後再去找一個水 放入水 在一會兒 然後再整個水 這裡就有幾個鮮 在一會兒 其實有時就算不是包餃子做了餃子皮 我都會去買餃子皮回來做成蔥油盤麵當午餐吃的 餃子皮的創意食法由點指三款感少呢 今次我們用了餃子皮來做蔥油餅的餅皮 還有出貓用餃子皮來做脆薄薄的蛋撻皮 還有我超級喜歡的餃子皮闊麵做了蔥油拌麵 這些全部都是我餃子皮創意食法中的精選 希望你們都會喜歡 有時包餃子剩下了餃子皮就試下做 今天我們說到這裡 記得讚好和追蹤我的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